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愛多美的夥伴 大家早安 說實話我真的現在非常的緊張 大家有吃飽嗎 昨晚睡得好嗎 我坦白說我睡得不好 上台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再一次聽到 徒涵級董事長跟李宗盛講的話 又讓我興奮了一整晚睡不著 我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畢姓沈 名 婷宇 然後我已婚 今年27歲 並且有兩個小孩 一個6歲 一個3歲 我為什麼要詳細介紹我自己 因為我希望有一些人 跟我有相同狀況的人 我希望我可以給你們勇氣 給你們力量 然後讓你們在愛多美是 很多人是陪伴著你前進的 當初我會加入愛多美呢 是我的介紹人 她是我的一個親戚 她跟我說 我這裡有保養品很不錯 你來體驗看看 我體驗過後 真的 我覺得好不錯 結果剛好當天晚上 又有中心的課程 我聽了中心的課程 聽完之後我就覺得 哇 愛多美很棒 我沒有把它當成直銷過 從來沒有 因為我從來沒有接觸過直銷 我不知道什麼叫直銷 所以我很單純 我只是覺得它只是一個平台 讓我加入會員 我就可以購買東西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買的人 結果後來發現 我有點數出來了 我就詳細的去問我的介紹人 她就跟我講得更詳細 愛多美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 結果剛好隔天又有一日研討會 我就去了一日研討會 聽完了之後 我覺得這個是我想要的 為什麼 在我們外面的任何的工作 或者是企業裡面 我們不敢把我們的功夫交給別人 那些都是我們的競爭者 我教會了她 她會不會來跟我競爭 會 所以我看到愛多美的時候 我覺得好開心喔 為什麼 我把我所有學的 會的 我交給我夥伴 我不用藏師 她厲害了 是不是可以幫助到我 對 那我有沒有幫助到她 有 因為我幫助她 讓她的生活可以過得更好 所以我覺得 在我的經濟能力有限的這個方面 我還可以幫助其他的人 在我經濟上是不允許幫其他的人的 可是很多人會有一個誤會 我們盡孝道要錢 我們做善事要錢 真的所有事情是用錢來解決的嗎 不盡然 回家跟我的父母說一聲我愛你 我的小孩我愛你 我的老公我愛你 其實他們就心滿意足了 錢也是很大的原因之一 我們可以幫助我們的夥伴 不一定要給他一分一好的錢 但是我們幫助他在事業上的成功 在金錢上的自由 在他的精神上的開放 我真的覺得我幫助他好多 真的 然後有一天 我看了李生淵博士 我是一個很瘋狂愛多美的會員 我看了他寫了一篇 我覺得這是我現在目前正在做的事 因為我覺得我身上銷售之後 我有責任了 我必須要做一個領導的風範出來 然後我就看了李生淵博士講的 教學相長 我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 我不會因為我現在是銷售大師而致滿 我想要把我學到更多的交給我的夥伴 而我的夥伴也同時教會了我很多的事情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過領導者 我也希望我的夥伴可以教育我 什麼是真正的領導者 所以我在我夥伴身上是有學到東西的 然後我也從我很多的上線群也學到很多東西 不管是星光也好 鑽石 還是銷售大師跟我同等級的 或者是什麼玫瑰 我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 甚至有的剛加入愛多美 我會一一的去递名片 去跟他們聊天 為什麼 唯獨我了解他們的產業 我之後碰到其他如果有相同產業的人 我是不是可以講到他的重點 對不對 我是身兼素子的一個家庭主婦 然後我另外一個兼職是新娘秘書 但是我做新娘秘書 我了解新娘秘書的痛點在哪裡 但是我沒有做過房仲 我不知道房仲業者的痛點在哪裡 或者是說其他像一些上班族 他的痛點在哪裡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必須我要跟其他很多的人去認識 這都是我現在在所學的東西 然後我會 我覺得我的上線夥伴真的很棒 他教會我很多事 他跟我講 婷玉 你學會了就要教 你得到了就要給 吃比受更有福 我有感受到了 我覺得我最近很lucky 我越來越幸運 我真的從來沒有覺得我這輩子這麼幸運過 為什麼 因為我有太多愛我的夥伴了 真的 我覺得不管是 因為我都在南部 南部的每一所中心 我很謝謝你們 很謝謝你們這些中心 你們真的是無私的在教導我 我是所屬巨蛋 但是我會去喜樂多 我會去中山 我會去各處的中心去學習 我們沒有的東西 因為我們遇到的人不只一種 是不是 一種米養百種人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學習更多的東西 去教育更多不同的人 然後很多人都說 婷玉你是新秘啊 你要做愛多美很簡單 我說我是新秘 但是我不是美容師 那為什麼我可以把保養品賣得很好 因為我有學習 我很認真的在學習 只要中心有課程 我一定到 別的中心的課程 如果我有空 我也一定到 然後一日研討會 我一定到 成功學院 我從去年八月份到現在 我只缺席一次 我每次都到 為什麼 其實成功學院對我來講很重要 它對我來講不是課程 是心理療程 它給了我勇氣 給了我力量 讓我可以在這裡發光發熱 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有一天我會備受重視 站在這個講台上 但是我要跟你們講 我做到了 我真的做到了 所以 一個默默無名的我 都做得到 你們一定可以做得到 然後 再來 我要 我想要跟你們分享 我怎麼經營愛多美的 其實每個人的方式不一樣 我經營愛多美呢 其實很簡單 我是照著董事長說的話去做 先試試看 用用看 再來就是做做看 我是這樣子分享給我的朋友的 我朋友只要有需要 我不會叫他跟我們買產品 我跟他講 你先用用看 好用 我們再來談 家會員 買東西 這一件事情 對 然後 再來 我 太緊張了 有點忘了 我是跟著這三個步驟走的 然後再來 我 我會很認真的去輔導我的夥伴 我的夥伴住得離我很遠 都沒有究竟的 車程至少一個小時以上 但是只要他有需要 即使只是一個夥伴 我也會開車到他家去輔導他 我希望 說 愛多美 不是做 不是做沒有 這是人家台語講的 是你做還是做 一個是做著的做 一個是行動力的做 你是選擇哪一個做 是不是 這值得我們去 省思一下的 然後 昨天 李生月博士講的三個要點 我也覺得 溫暖的心 我們要有溫暖的心 才有辦法去帶領夥伴 他才會有心想要跟著你 第二個我們要冷靜的頭腦 為什麼 我們冷靜的頭腦才能分析 這一家公司 是不是值得我們去經營的 再來第三點 就是你要有勤快的手腳 我敢說 我比任何人勤快 我們巨蛋裡常常說的一句話 叫做激叫做到鬼叫 激叫的意思就是 早上那個公雞會提嘛 對不對 晚上是那個鬼出沒的時間嘛 所以我每天都是從八九點出門 到那個凌晨十一二點才到家的 然後我想跟你們講 你們可以把你們的夢想寫下來 做一個大海包 貼在你的床頭前面 每天醒來提醒著你自己 我要朝著我的夢想前進 我的夢想一步一步接近了 然後 我會對自己精神喊話 如果你們可以像我這樣瘋狂 也可以試著做做看 我可以 我可以 我一定可以 我一定可以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對 謝謝大家 問我 有一個請示範 非常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